今天來介紹 用這個 寡鼠用的鼠標編碼器 來做 馬達的定位 這邊 這個洞因為很小 所以我們用到這個 小的 桶柱 可以穿過去 但是可以鎖上去 那這邊呢 至高的這個 十字軸 這邊是針對這個 溜角柱做的 所以可以塞進去 這樣塞進去之後就可以像這樣子 編碼器 加上這個 十字軸 那這個部分就可以跟 馬達來做一個連接 那這邊呢 我們透過這個 Arduino Arduino 跟我們的Scratch 那我們這邊 就沒有用來實際做 馬達的一個轉動 我們等一下用手轉 好 我這邊呢 你會看到這個 第二跟第三 其實它的那個 編碼器有兩個 Opt 一個是 第二 一個是第三 兩個其實是相反的 一個True一個就是False 好 那我每轉一個呢 那由True變成False 或由False變成True呢 這個輪子就會轉 15度這樣子 好 那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我就知道我的馬達轉了多少 好 那就可以用來做馬達定位的一個部分 好 這個是一個 簡單的一個 用鼠標 編碼器來做馬達定位的一個提案 好 介紹給大家 一百分之一 在這裏 這邊 在這裏 座山當中 測定位的一級